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 那么加拿大是应美国的司法互助要求 而美方也已经展开了引渡的程序 那么事实上我们看到孟晚舟 她有一个让人瞩目的身份 也就是她其实是华为的公主 那么我们说到了孟晚舟 她其实是1972年出生 她是华中理工大学的硕士 而且她现在是华为副董事长兼财务长 那么她更是华为创办人任正非的长女 但是孟晚舟她姓孟 因为她是从母性 她为人非常的低调 而她也被视为是华为的接班人 之所以被捕 现在很可能就是因为华为涉嫌向伊朗出售敏感科技 但是美国现在大动作的追捕孟晚舟 这个时机更是相当敏感 最新公布的全球第三季手机销售量 华为超越苹果位居第二 虽然是个好消息 但现在华为确实如云照顶 被逮捕的人就是她 孟晚舟 华为的财务长 她的另一个身份是华为董事长任正非的大女儿 加拿大司法部表示 孟晚舟12月1日在温哥华转机时被捕 孟晚舟1972年出生 是华中理工大学硕士 曾在中国建设银行工作 后来到父亲刚创办的华为帮忙 从基层做起 现在是华为副董事长兼财务长 也被选为中国商界最杰出女性的其名 这个社会不需要太多聪明人 如果满社会都是聪明人 谁来做娘子啊 对吧 做华为故事实际上还是一转一转 孟晚舟和父亲任正非不同姓 由于说是因为任正非与孟晚舟的母亲离婚 孟晚舟从母姓加上个性低调 也因此过去华为公司内 许多人根本都不知道孟晚舟就是老板的女儿 而孟晚舟的外公 前四川省副省长孟东坡 更是任正非事业发展的大贵人 任正非1944年贵州省出生 重庆建筑工程学院毕业 曾在军方担任聪讯研究所副所长 后来创办华为公司 被封为改革开放40年的百大民营企业家 而相对于低调的孟晚舟 任正非的二女儿 也是从母姓的安娜贝尔瑶 形势则是相对高调许多 在哈佛大学就读的他 参加有着全球十大奢华晚会的巴黎民营舞会 还接收时尚杂志采访拍照 甚至连任正非也一起入境 可见对二女儿的宠爱 但炫富的模样也引发中国网友强烈批评 而这次孟晚舟被逮捕 背后不只是针对华为的5G狙击战 也是美中贸易战谈判 川普先生夺人 提高筹码的心理战 一个儿子对父亲的思念 哪怕他们曾经都贵为美国总统 不过在这一刻 在大家面前 他们都真情流露了 这个是美国前总统老布希的国葬典礼 在美国时间5号 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举行 全球的高官政要 包括了美国五任的总统 全部都难得同框 要送老布希最后一程 而他的儿子小布希在念道词的时候呢 忍不住激动哽咽 而他向历任总统夫妇握手寒暄的时候 大家发现说 他怎么还偷偷塞了一颗糖果给欧巴马的 夫人密雪儿呢 也堪称是典礼当中最温暖却又俏皮的插曲 华盛顿国家大教堂内 全球元首正要齐聚 送美国前总统老布希最后一程 除了布希家族 川普 欧巴马 柯林顿 卡特 美国五任总统难得同框 整场国葬典礼 笑蕾交织 与在场三千名嘉宾分享父亲小故事 小布希的道词 诚挚感人 讲到激动处 他真情流露 早邀的罗宾是老布希一生最牵挂的女儿 小布希对父亲的景仰与思念易于言表 而典礼上小布希也展现暖男举动 入场时 他一一和贵宾握手寒暄 特别塞了颗糖果给蜜雪儿 蜜雪人立刻露出笑容 今年九月 共和党议员马侃葬礼上 小布希从夫人罗拉手中拿了糖果后 也偷偷递给坐在右手边的蜜雪儿 两度送唐的贴心举动让网友大赞 这跨越党派的交情好温馨 相照之下 川普和其他人的互动就冷淡许多 他进场就座之后 分别和欧巴马级蜜雪儿握手 但与柯林顿夫妇彻底零互动 希拉蕊甚至一脸铁青看着前方 完全没有和川普眼神接触 国葬结束后 老布希的灵鹫被运回家乡德州 在圣马丁大教堂再举行一场悼念仪式 遗体就会被运到德州大学城的老布希总统图书馆 他将长眠于家族墓园 任内经历美苏冷战 带领美国成为世界强权 对许多美国民众来说 老布希的离开也象征着美国政坛一个伟大时代的终结 东森新闻 黄信息 柯亚函 综合报导 当然现在美国的外交政策恐怕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尤其谈到跟北韩的关系 我们来看看这个是你印象中的北韩新闻 也就是大家会想到主播李春基 他非常独特的播报方式 其实在台湾他有非常高的知名度 我们看到李春基他是1943年在日志江源道出生的 他是平壤话剧大学毕业的 从1971年开始就担任电视台的播音员 但是现在根据外国媒体的报道 已经75岁的李春基主播已经在4号退休了 而现在的北韩国营电视台不一样了 在金正恩的改革之下 不但启用了比较具有亲和力的年轻主播 甚至摄影棚里面还多了很多虚拟动画 播报当中甚至还有人走进来插播加稿呢 整个播报的方式更多元 甚至不排除未来还会有抠印电话 北韩主播李春基 中气十足 慷慨激昂的播报 以后可能再也看不到 根据外国媒体报道 现年75岁的李春基 已经在12月4日退休了 李春基罵起南韩前总统李明波 就像阿爸在教训孙子 北韩朝鲜周刊称赞他 嗓音强劲有过力 能让敌人肝胆剧烈 过力方面李春基也有少女心的一面 他在镜头前多半穿着粉色系的韩服 获得粉红女士的绰号 李春基1943年日志时期出生在江源道 平壤话剧电影大学毕业 1971年进入电视台担任播音员和主播 在主播台上40多年 李春基2011年也曾一度传出退休的消息 金正恩新时代要改变 北韩新闻也越来越跟上西方潮流 李春基时代2敢由美女主播登场 直接拿起手稿查博报道 新闻变得活泼又平易近人 而摄影棚内也多加了虚拟动画 美女主播就开着敞篷车卸身 摄影也运用无人机等新器材 让新闻画面更加丰富 虽然新闻还是有一路走来 始终如一的金家豪领袖报道 但现在更多了北韩平民百姓的生活故事 在西方文化中成长的金正恩 如今大洲改革开放之路 充满特色的李春基style 随着时代落幕 被韩国瑜电视台展现了不一样的新体像 多次新闻交易情绪请报道 而这恐怕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展开 因为高雄现在已经成功被韩国瑜给翻转了 那么韩国瑜他的就职典礼就在12月25号 很多人好奇说当天他会穿什么呢 还会是蓝衬衫吗 事实上韩国瑜就职当天的服装将会由 实践大学高雄校区的时尚设计学系 一手来设计打理 鼓励年轻创意 当然也要展现韩国瑜想要发展在地文创产业的决心 那么这两天韩国瑜都没有公开露面 反而是今天下午他在脸书上发文了 开头就以一句话来勉励自己 强调说自己当市长没有蜜月期 韩国瑜近来深夜想找到他真的很难 不过却不忘用脸书跟市民对话 有人说我蜜月期过了 其实我很清楚 兼挑278万的殷切期待 蜜月期是一篇虚构的城市童话 过去两个星期除了忙碌也有失误 我一直提醒自己不及魁步无以至千里 最后表示不会忘记自己从哪里来 更要市民继续监督指导 其实韩国瑜两个礼拜以来 忙着组织小内阁跟招商 就连就职当天的西装尺寸都还没来得及量 市长这个身形最近比较销瘦一点 所以我们选择了西装来做身形的一个修饰 大概会走正装这样子的形象 韩国瑜就职当天到底穿什么 目前确定由实践大学高雄校区的时尚设计系 目前确定可能会在三楼的这个教室里面 来进行整个裁缝跟制作 不过样式到底是什么呢 目前知道的是可能会采用英式西装的部分 至于其他的细节设计方都相当保密 设计师之一就是他 1968年出生的林衡镇 实践高雄校区时尚设计系教授兼系主任 北义大服装设计系学士还是刘美的硕士 2009年获得了世界剧场服装设计金奖 还负责了520蔡英文就职典礼的礼宾服装设计 这次由他携手跟同系老师 以及在地品牌西装李申浩 联手为韩市长赶制西服 李申浩是实践大学毕业 自创品牌的青年创业家 这次三年合作打造韩国瑜的西装 还把国旗元素预计做成三色米兰扣眼 未来的各式庆典 韩国瑜说他都会找来高雄在地服装设计系 轮流操刀去做衣服 为高雄的软实力做宣传 东森新闻在高雄采访报道 不过看到了高雄市准 高雄市长韩国瑜 他的就职典礼在25号登场 有很多摊商当然是嗅到了商机 早就迫不及待的要去摆摊了 目前已经规划开放 含30个工艺摊位在内 一共150个摊商进驻 不过都会用抽签的方式来挑选 而且活动时间会从前一天 也就是24号平安夜就开始 就可以来摆摊营业了 另外现场也会以高雄当季的花卉来布置 要打造一个欢乐的嘉年花卉 韩国瑜的就职交接典礼 就选在爱河河畔举行 从地标熬越龙翔前面 河东路上往北边延伸 将会有150个摊贩进驻 吸引的人数相当可观 要打造出一个圣诞节的嘉年花卉 每次韩国瑜的活动 周围总会成为大型夜市 就职点灵也不例外 因此这次开放 从24号平安夜下午2点到晚上10点 摊商就能进驻 25号就职当天 则从早上8点到中午 拉长一夜时间 最起码因为摊摊摆摊的话 大概是可以超过8个小时 因为如果它提前的话 我们就会提前到 促进经济的 各家摊商强着进驻 但为了集中管理 才抽签方式 在12月8号早上10点 河东路法院前发号码牌 当场抽出120个 24号早上11点 再抽摆设位置 搭棚价费用800元 因此除了有主舞台外 前方区块一直到中正桥前 规划摊商区域 限定名额共150个摊商 其中包括30家的工艺团体 预估能容纳14000人 另外在整体布置上 也规划以当季产的花朵 点缀会场 利格海棠 利格海棠在那个山林 还有荆棘的话是在旗山 那个都还蛮大宗的 每一种都各有特色 但哪一种花能代表高雄呢 以内门盛产火鹤花来看 一年四季都有 其中鹤以台语发音 代表好的意思 获受欢迎 但如果要走韩国瑜的爱情浪漫风格 冬季产的利格海棠 颜色鲜艳强艳也很适合 应该是都会在舞台的两边 其实有些花你只要亮多 它看起来就会很漂亮 想要打造出花之都 搭配表演活动和游和进场 把整个就职典礼变成大型派对 也带来上亿元的观光财 东西的王国荣 乌菜线杨龙 高丑报道 很多人喜欢吃美食 不过你知道美食后面的 美丽与哀愁吗 比如说松露 很多人都知道它是顶级食材 贵得不得了 本来它就是物以细为贵了 而现在也因为暖化 造成气温上升 欧洲的夏天普遍又干旱 所以让喜欢阴凉的松露 现在产量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还有就是在咖啡当中 我们知道这种摄香咖啡 印尼的摄香猫咖啡 因为香味独特 所以也是非常的高贵 但是供不应求的结果 就是让这些野生的摄香猫 都被关起来饲养 沦为血汗猫咪 五颜六色食材 在名厨巧手烹调下 让人垂涎欲滴 一片片落下的松露 让这道料理马上再升级 松露不但能入菜 也能入甜点 浓于高贵的香气 与鹅肝鱼子酱 并列三大顶级食材 当然价格也不是一般人能想象 这颗1.5公斤的白松露 以卫星连线的方式 在澳门 伦敦 佛罗伦斯 三地同时拍卖 抢手程度由此可见 又拍出33万美元的天价 深埋地底的松露 价格可比黄金 受过训练的狗狗 在意大利松露猎人的带领下 努力找寻方宗 原来松露是在其他植物的根部生长 必须是阴凉之地 花好几年才能长大 但受到全球暖化冲击 就连欧洲也飙高温 对松露产量造成严重威胁 而在咖啡中 也是高贵又话题性十足的 非摄香猫咖啡莫属 老牌隐形杰克尼克逊 品尝过后的赞叹神情 让多少人也想喝一口 摄香猫咖啡来自于这种 有着褐色或黑色毛皮 尖尖鼻子的动物 摄香狸或俗称的摄香猫 咖啡果是他们在树林中的 食物之一 但不会被消化的咖啡果人 经过了他们体内发酵 排泄物被农夫减食 经过清洗 晒干与烘焙 咖啡的苦碎味减低 还带有果香与独特的香气 让摄香猫咖啡声名大噪 但人类的贪婪 也让摄香猫陷入可怕的梦魇 原来活在树林间的摄香猫 被抓来囚禁在狭窄阴暗空间 造成神经紧张不断跳动 更惨的是原来杂实性的摄香猫 被关之后只被喂食咖啡果 造成营养不良 摄香猫沦为生产工具 状况凄惨 摄香猫咖啡的价格在哄台下 每公斤甚至可达2000英镑 但它的来源有点像是甜鹅肝 掏客嘴里的美味 是动物变相受虐的代价 东森新闻 黄盛模糊中综合不懂 而另外在西非国家赖比瑞亚 有一座猩猩岛 岛上住着60多只患有传染病的黑猩猩 不过它们其实是人类医学实验的牺牲品 那么在缺乏食物跟照顾的情况之下 这些猩猩的攻击性越来越强 而且还传出会吃人 犹如真实版的《星球崛起》 猩猩有了智慧 还会用武器和人类争天下 争议题材不只出现在科幻电影里 非洲赖比瑞亚一座河岛上 就出现真实版《星球崛起》 一大群星星有如惊弓之鸟 面对突如其爱的访客 无法坐以待毙 记者搭小船冒险接近 成功用棒棒糖吸引注意 但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他们来到这里 又让他们无处可去 1974年纽约协议中心在赖比瑞亚设立了病毒检验实验室 专门捕捉黑猩猩进行人类疫苗研究 这些猩猩分别被注入了肝炎和盲症等病原体 但实验计划却因一场动保运动 在30年后宣布告终 这群黑猩猩没有被扑杀 而是被送到了附近小岛 放任它们自生自灭 现在他们都在这里 他们都在这里 对 没有 这是一条岛 我们在这里的岛 罹患传染病又长期饥饿 猩猩们各个体弱多病 也变得非常具有攻击性 美国圣代动物协会 2015年起特别派照顾员 登岛照顾猩猩们的生活起居 曾经在居民口中被形容成食人族的猩猩 如今逐渐找回健康 但人类所带给他们的伤害 至今还是无法抹灭 东西新闻 温云俊横医生 综合报导 好 国际的即时新闻 我们来看到 一项把America First 美国优先挂在嘴边的 美国总统川普 2017年的时候 他签署了一份行政命令 他说就是要遵行购买美国货 雇佣美国人保护美国的利益 但是他最近发现了 怎么川普自己公司 所推出的这个网路商店 目前一共贩售了200多件的商品 但是其中是只有 41件真的是美国制造 这个占比大约是15% 有人问 这是不是他在自打嘴巴呢 好 另外来看到 这个新战迷 你要注意了 40年前轰动全球的 经典电影星际大战 其中呢 这个Luke Skywalker 他所使用的光剑 这个原版的电影道具 下个星期要在洛杉矶拍卖了 不过呢 他要卖你6000多万台币 但是只要你存够多的钱 这个Luke的原版光剑 就是你的了 如果没有6000万也没有关系 我们还是继续看看电影 一起来回味吧 好 另外来看到这一位 他是全球年纪最大的网猴 也就是来自印度的 马斯塔纳玛阿嬷 在周一不幸去世了 他享年107岁 不过呢 这个网猴阿嬷的YouTube频道 叫做乡间美食 成立了两年多 订户超过百万 虽然这个超过百岁的阿嬷 他不会用电脑 他的网站呢 是由孙子跟朋友来管理的 也为了阿嬷拍摄了数百只的 烹调美食的影片 然后上传 其中这个阿嬷最知名的 Chulo才呢 就是西瓜鸡 更是在网路上烘半天 好 来看到超商举办的第一届校技 烘焙大赛 邀请了大专院校及研究所学生 两人一组参加 最终两组优胜不只是让面包在超商上架 还可以销售分软 酥脆林格菠萝皮搭配松软面包 经典口味一直是人气不败的热卖商品 现在超商举办第一届的校技烘焙大赛 邀请学生两人一组来参赛 获得评审青睐的作品 就有机会上架贩售 评审标准大概有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有关我们的配方的创意 第二个部分是有关我们口感的部分 第三个是它能够量化生产 第四个是有关我们的整个一个 所谓的他们的简报过程中的一个发表 大概有四个部分 那这里面最主要的部分是要聚焦在所谓量化生产 财赛作品不只要好吃 还得考量是否符合机械大量化生产的条件 比赛除了寄出20万元总奖金 最后两组获奖团队 还有机会跟面包师傅攜手 让作品上架并能销售分软 我们会将它的面包跟我们公司的研发团队 技术团队共同去模仿 就是在一个整个市面安全的条件之下 将它量产 然后之后再上到我们潮商的货架上来 然后后面就是透过市场的机制来检视说 它的销量如何来进行有关的分润 首创销售分润机制 期盼能鼓励学生圆梦 用美味面包征服消费者味蕾 东森新闻正王山肖锦云在台北测访报道 岁末年中很多人都要买礼物 高雄有一家结合大型游乐园的购物中心 推出周年庆活动 除了价格优惠 因为期间碰上跨年 验者还特别要施放矩阵型烟火 希望可以吸引更多人潮 跨年少不了就是烟火大秀 高雄这家购物中心结合游乐园的烟火秀 向来是南部的重头戏 今年戒指不止放烟火 还在烟火上做出变化 打出了矩阵烟火的阵仗 不止烟火好看 游乐园为了迎接跨年的人潮 还推出了新版的看见台湾 同时还有VRGini游戏 而在游乐园边的购物中心 则由7号开始围棋 一个多月的周年庆 刚好跨越了新年 不止不少商品有优惠折扣 只要消费满2888元 就有机会抽一辆百万名车 消费到58888元 就直接送饭店的住宿券 这边蛮好逛的 那就是空间蛮大逛起来舒服 然后也蛮多小朋友可以玩的设施 然后重点是东西蛮划算的 所以蛮喜欢来逛的 这边主要会想买衣服啊 鞋子跟包包 那因为这边精品的是outlet嘛 所以会有一些蛮大的折扣 那我也蛮喜欢来这边就是吃东西啊 因为这边的餐厅美食也还蛮多的 当然不只有还有百万名车而已 我们还有提供了很多的像是 我们的按摩椅啊 还有国际精品 另外也会提供我们乐园的 就是我们的年票 来提供给大家 会抽出将近百位的幸运民众 家常购物的同时也可以带小孩到游乐园玩得痛快 不用花大钱出国就可以享受到度假的乐趣 东西新闻SNG小组孟佳荣在高雄报道 英国著名的物理学家霍金 在生前警告不要冒险接触外星人 不过呢 现在传出大陆在2019年的时候 不但是要去接触外星人 甚至要用天眼来搜寻外星人 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今天推播时间交给金 好的 沈英 观众朋友晚安 其实有这个霍金生前他一再的提醒说 这个天眼呢 千万是不能够随便去招惹外星人的 但是现在阐述了2019年 就是在大陆的贵州 这一座世界最大的射电望远镜 俗称的中国天眼 那么他很有可能会来探索外星人的存在 那么其实说这个天眼 据说呢 它是能够接受137亿光年以外的电磁信号 而且呢 它距离接近宇宙的边缘 不过霍金之前呢 对于这个中国大陆这个行为 他认为其实太过冒险了 怎么说呢 他认为其实呢 一旦外星人发现了地球存在 为了资源的掠夺 恐怕呢 会因此产生地球的浩劫 所以呢 一再的提醒 那么是不是会有这个行为呢 不过目前还只是一个传言 不过再来关心 现在已经是12月了 其实到每一年 其实这个国际的色彩权威 这个彩通公司 他就会针对一个新的年度 有一个代表色 那么明年2019年 他们认为这个代表色呢 就是这个活珊瑚的颜色 而且还说 这个活珊瑚的颜色 是要带一点这个金色为基底的 为什么是一个活珊瑚的颜色呢 他们说其实这个颜色 就象征说 人们期盼着乐观 还有追求喜悦 那么其实他们也说 为什么会选这个颜色呢 今天比较特别 他们是从这个海洋 也就是从 他们觉得是受到环境的影响 所以呢 他们觉得说 这个活珊瑚的颜色 有一种想留住大自然中的美 也希望呢 这个颜色呢 可以提醒大家 可以来表达环保的重要性 以上是今天推播 时间交换成瘾 好的谢谢晋云 我们来看到 大陆福建的建阳 盛产黑幼瓷器 最近呢 在这个城市里面 也流行起了 工艺复兴的风潮 一群工匠 把一度失传的 烧摇技术 再重新发展 甚至呢 还结合观光 打造出了建展一条街 福建西部的建阳县 有悠久历史 这里是福建省最古老的 五个县之一 宋代曾以图书之府 和理学民邦 闻名于世 而现在这里的居民 也为了恢复 往日荣光而努力 茶叶磨成粉制成茶饼 在茶碗里注入废水 并用茶血不断挤浮 形成高中的茶汤 点茶是宋人 饮茶的食尚方式 他在两宋 在宋非宗的手上 推崇到极致 点茶法器具更是讲究 茶汤白色为家 饮茶的茶盏黑色最优 而建阳的代表瓷器 建盏就是点茶的最佳搭档 你看 这个腰比你挂住很好 这个腰很成功 建阳黑瓷幼 含铁量高 流动性强 与窑内的空气温度等因素相互作用 会形成不同的颜色和纹理 因此有入窑一色 出窑万彩的美名 从纹路上看 建阳主要可以分为 吐豪 油滴 药变等大类 而武力竹主攻的就是其中的药变 药变 是一个每一个烧窑的窑石 它都梦寐以求的 到现在建阳一千七百多家窑 也只有三家可以烧出药病斩 温度高了 它往下流动 那这个不完美 温度低了 它这个帮合不出来 最好条件下 只能差一度到半度 然而武力竹却不肯放松 即使只有一点小瑕疵 在他手上也难逃被砸碎的命运 药病呢 少一百支进去 运气好的 可以保留十字 如果有的时候 全军覆没一直也没有 如果这些都市流入到市面上去 那我们的品牌就没东西维护了 在一代代公益人才 不断探索之下 建展镇逐物复兴 也终将重新焕发 夺目的光彩 东山新闻组合报道 难道幸福没有了吗 这个是台湾最幸福的企业 台积电 竟然被日本媒体爆料说 大坎员工差旅费 副总坐车也从宾室换成了风钱 而台积电发言人说 这是年初就做好的决定 无关紧细 被公认最幸福的企业台积电 如今却被日经亚洲评论报道 为了度过艰困的2019年 全面尊洁之初 高层配车降级 差旅次数也减少 那员工的差旅 他的出差 他其实要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好的制度 有一个纪律去规范 不然的话会变得比较腐烂 那我们其实在一年多以前 就已经更改了我们的这个差旅的规范 让他变得更有纪律 日经亚洲评论还点名 台积电通知多位副总 把配车从豪华宾市 换成丰田Camry 甚至还点出这次尊洁规模 比金融海啸实施的更严厉 尤其国际商务申请出差 要获准更是困难许多 配车上面我们觉得也应该有 跟这个公司的做法是比较一致的 那至于说有些主管 他还是觉得他要保留 他原来的比较这个 比较好一点的车子的话 那他就要去负担 他自己个人的部分的那个差价 那这个做法也是在今年年初就已经 就是春季就已经做了这个更改 也不是最近的事情 不管是景气的好 或是不好的情况里面 我们一定都是还是 被秉实了这个原则 花钱的时候都是很小心的 强调该花的还是会投资 台积电总裁魏哲嘉在 供应链论坛上强调5奈米 目前已陆续装击 明年第二季进行风险性市场 3奈米则在进行环平中 另外由于8寸特殊制程需求热络 台积电也将在台南6厂 新增一座8寸新厂 而这也是继2003年 上海松江8寸厂成立以后 近15年来重新设置8寸缠能 东车财年新闻综合报道